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天啊 既然已经确定朴老师将要回归直播 我们多等几天也无妨 但是朴老师将会在哪个平台直播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网友们也是纷纷猜测起来 呼声最高的是斗鱼 前几天的时候 斗鱼官方发出消息 会有顶级主播入住 并且这次斗鱼拿出来超级大的排名 给了这位神秘主播 直接送鱼翅 并且还有万元奖品 这可是斗鱼亲自出面为主播抽奖 连叙叙宝宝之前入住都没有这个排名 而且有网友在叙叙宝宝直播间 发现有个陈梦昂志的账号出现 据说这个账号之前给大司马送过礼物 连想到之前大司马和BBD在一起谈过合约 所以极有可能就是BBD本人 再加上这个时候朴老师宣布回归的消息 不得不让人想如飞飞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朴老师会回归熊猫 之前朴老师一直是熊猫一个 不过最近的熊猫TV好像有点惨不忍睹 网上传言 王校长要放弃熊猫TV 再寻找合适的下家接手 而熊猫的各大主播 也跟各大平台挖得差不多了 熊猫TV却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如果校长并没有放弃熊猫 那么朴老师回归熊猫也不是不可能 不管怎么样可以肯定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